小明和他爸爸说 爸爸 你和妈妈每天都在吵吵闹闹 为什么不干脆离婚呢 爸爸说 我和你妈妈商量好了 再怎么吵也不能离婚 小明说 看来你们还是爱着对方 舍不得彼此对吧 爸爸说 那倒不是 是因为我们两人 都不要对你的肩负钱 一栋公益 一楼住着一个美女 二楼住着一个军人 三楼住着一个老师 四楼住着一个瞎子 在某天晚上 美女正在洗澡 二楼的军人敲门找她 她就赶快包着疫经来开门 军人说 恭喜我吧 我是那将军 美女就恭喜恭喜 接着三楼的老师也来敲门 美女一样包着疫经出来开门 老师说 恭喜我吧 我生的主任 美女在恭贺她完以后 又回去洗澡 洗没多久 四楼的虾子也来敲门 她从门孔上 看到是虾子 便懒得包疫经就出来开门 虾子说 恭喜我吧 因为我重见光明了 一位太守刚到任 百姓们一连数天演戏庆贺 并且有人带头呼喊 全州百姓齐庆贺 灾心去了福心来 太守在台下一听 竟然把前任比作灾心 把自己比作福心 就非常高兴 连忙问 这两句词记写得太好 太妙了 不只是哪位高手写的 百姓说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是历年传下来的传统 董太爷 您卸任 新太守上任的时候 我们也照样这样呼喊 老张汉两位男同事在聊天 聊着聊着 就聊到买家具这件事 有位同事就说 我觉得我冰箱很重要 所以通常他冰箱就是买最大的那一种 最好的那一种 另一位同事就说 我觉得下班看电视是很大的享受 所以电视他就买最新型 最智慧型的那一种 老张就说 电视冰箱对我而言可有可无 导师 沙发我要买最好的 最舒服的那一种 人家就问 为什么呢 老张说 男人要觉悟 以后吵架时 客厅的沙发 就是男人永远的床 学生上课无精打采 郭文老师 只好出一道脑筋急转弯 考考同学 老师问 李白怎么死的 你们知道吗 有位同学就说 李白掉在池塘里面死掉的了 又有同学说 他是喝酒 喝过太多 干硬化死掉的 老师说 都猜错了 学生问 那李白到底怎么死的了 老师说 李白失血过多了 大学毕业生 感到非常彷徨 就请教老师说 老师 请问 毕业后 在社会上奋斗 要怎样才能成功 老师苦口婆心的说 成功的秘诀 只有五个字 学生说 哪五个字 教授说 特别浓吃苦 有位小胖同学就说 那我想我快成功了 教授说 你哪来那么大的自信 小胖同学说 因为我完成了五个字的 五分之四 教授说 哪四个字 小胖说 特别浓吃 台北南门市场 即将重新开幕 目前正在市营运当中 我和我的太太 昨天 一起搭台北捷运运 到中正纪念堂站 下了车厢 我说要带一号出口出去 我太太 却坚持要从二号出口出去 两人竟因此而发生争执 最后我只好找捷运站的人员评断 捷运站的志工说 要到南门市场的话 请从一号出口出去 要老婆的话 请从二号出口出去 有家电视台招募政治评论员 有位教授前期应征 电视台的政任节目经理 就问这位教授说 当然我们欢迎你 也愿意聘你为评论员 但是有件事情 我想先请教你 在以哈冲突当中 你站在哪一边呢 以色列该受到更多的批判 还是哈马时候 应该受到更多的谴责呢 这位教授说 放心 两种讲法 我都能够讲 有位完美主义者 到某间大学演讲 有位学生在演讲结束后 悄悄地问他 人要怎样才可以完美无期呢 这位演讲者笑笑地说 那些宣称自己是完美主义者 都是骗子 他们只是没有勇气 承认自己的懒惰 小张带着老婆逛街 路上遇见前女友 前女友就很关心地问小张说 最近还好吧 小张说 普通啦 昨天跟电信业者下订单 今天又和三星洽谈一笔生意 刚刚又向中油采购 完成一中买卖了 前女友听了就颇为羡慕地说 没想到你离开我 竟然混得还不错 小张的老婆这次在旁边 就冷冷地说 他不过是 转个网路 买个新手机 骑摩托车系中油加个油而已 我没有想到你离开我 我没有想到你离开我 我没有想到你离开我